大型北京有越來越多哭借 因為人家的鄉對消防安全性也要特別注意 因此三位消防隊今天將對大北京進行一項消防演員 教導他們如何去在消防安全的這個方這個區塊 去做好他們安全設施的那個準備工作 現時的消防控是未充償人員沒辦法控制灰色後 請求消防隊再來勸救 大型分推車也慢慢升起來 為空中進行噴水和感控經過灰色 目前我們四樓地區有六樓以上的建築物 有十幾棟 六樓以上的建築物需要高峰周圍車 所以我們四樓都有配布一部32米高的雲梯車 那是在民國103年配發的 它是除了高樓火災搶救之外 還有就是這種大型賣場的高峰監控 可以監控它是不是有建築物坍塌的危險 還是說它火勢有擴大的危險 為了保護民眾死命財產安全 當時加強國小峰分隊合作 這處也當中臨近的消防隊前來支援 同步派遣二輪浮尾 各兩車四輪還有道對部 總共動員車輛八部 人員約二十輪左右 這次打火影響的當中了解的是主心技術 兩年前一間車好造成一中大上海 到現在壓在福建當中 雖然卡丘也不是很努力 不過今天一樣來到現場 付出交通機會和現場的協調工作 就先進行讓人很幸福 記者的評價參與報道 記者的評價參與報道